警方衝進倉庫內大型冷凍庫 眼前包裝好的豬肉堆得上座小山 支手對放四千公斤的豬肉 竟然全是病死豬 警方表示經過跟肩 發現黃信竹賢和兩位兒子 在屏東萬丹鄉以養豬場掩護 收購病死豬 載殺後 運送到高雄大寮倉庫 冷凍存放 等著對外販售 警方說黃信嫌犯從去年十月 就開始宰殺並賣病死豬肉 一年多以來估計至少有四萬 公斤豬肉流入失滅 恐怕已被民眾吃下肚 央早餐店 小吃店業者和民眾人心惶惶 另外警方也表示黃信嫌犯全家 在九十六年就曾被查獲販售病死豬 因此警覺心相當高 經過四個月收證跟肩 才一舉破貨 二十號晚間 警方將黃信嫌犯等六個人 以詐欺違反食品 衛生管理法等罪嫌 以詳法辦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